据美媒报道,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希望在今年年底前敲定一项协议 以在马来西亚的柔心经济特区打造东南亚版深圳 马来西亚官员预计,到2030年,新的经济特区每年将为马来西亚带来约260亿美元的收入 对新加坡来说也是双赢倡议 实话实说,过去几十年,中国很多地方学习新加坡经验 许多开发区的管理模式都借鉴新加坡 现在轮到新加坡学习深圳经验了 这说明了什么?